您好 欢迎收看2月25号大花联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慧 国民党立院党团在花联举办为期三天的共识营 24号晚间团结同心晚会上 党主席朱立伦他表示会讨论多项重要议题 未来在立法院也要团结合作 凝聚共识是最重要的目的 国民党第11届立法委员共识营 今天开始1.3天在花联登场 晚上举办团结同心晚会 凝聚团结的共识 党主席朱立伦表示 1.2天将讨论非常多的重要议题 为了在立法院彼此团结合作 大家关心了福国立民的法案 凝聚团队共识是最重要的目的 我非常欢迎每一位我们党来的成员 以及保健能够大家光临 能够一起来参与这样子的一个共识营 一方面我们透过这样的共识营 我们明天可以讨论非常多的重要的议题 未来在立法院我们能够离此团结合作 大家交换意见凝聚故事 这是最重要的 也可以把大家关心的所有福国立民的法案 所有重要的议题 我们共同联系我们团结的共识 这是我们最重要的目的 第二个我们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团结同心 我相信因为不一样所以会产生 虽然会有火花 但是最后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找出共识 然后以团结最大的力量 来为我们人民做最好的服务 也对国民党来讲来争取更多的支持 在2月1号 因为有你们共同的努力加油支持 让国民党会委八年 终于有国会的政府理想 在一阵的病荒马乱当中 主席真的觉得大家辛苦了 应该好好去一局 尤其我们这一届 新的青年才俊特别特别的多 对国会的很多的运作 可能大家还要再把团队的国籍来训练一下 对院党团总赵副官记表示 大家能够举在一起是很深的缘分 因为各位全力冲刺打拼 排除万能 在中央没有指正的情况之下 还能够脱颖而出 进入国会 每个人都承担了人民的托付 要努力落实国会改革等重大事项 让台湾换人一心 记得join黄色不倒